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第706节 许静宗刺牙咧嘴的,把脚塞进小湖泊里,侧下看了看,又对光笑不说话的敌人杰说 你们师徒运气好啊,老夫才让你自己解决黑石山的问题,你就发现了这样一块宝地,你不会打算把楼兰人全部干掉吧 小子,帝国的杀戮时代结束了,现在到了稳固边疆的时候了,这个阶段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或许上百年,只是从现在开始不得杀戮了 你师父在长安败将了,这是他发出的第一道军令,为者严惩不大呀 哈哈哈哈,小子,我已经闻到了血腥味了 敌人杰接过军令,看着那些惊慌失措的楼兰人说 我本来准备杀一批人的,他们很懦弱,只要很少的血,就能让他们俯首贴耳,这是最快的法子,现在就要想别的办法了 陈楚墨穿上了鞋,和敌人杰一起来到楼兰人的面前,吵闹的现场,立刻就安静了下来 忽然,有两个少女,被楼兰人从人群里推了出来,颤抖着,拜扶在地上等候发落 敌人杰忽然觉得自己想多了,对付这样的一群人,吓唬就足够了 而这些人呢,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不但把美女推了出来,还把刚刚释放的黑风他们三个人呢,也推了出来 意思很明显,美女是贿赂自己,黑风长老被推出来,是准备自己杀掉泄愤的 这些人考虑的非常周全 如果说刚才的时候,黑风还能够保持一个硬汉的尊严 现在的黑风仰面躺倒在地上,吵着蓝天泪如雨下 这是真正的死了心的人 从今往后,黑风就是你们的组长,你们依然能生活在这里 而且,从现在起,你们被正式纳入大唐的领地 你们的户籍也将属于鸡弥州户籍 除了不能随意进关,待遇与大唐子民相同 狄人杰轻描淡写的,发出了自己的命令 许静宗哑然一笑,躺在地上的黑风却慢慢的坐了起来 军事解开了他的绑绳 他面对着族人大声的说了一句话 蛇人在狄人杰的耳边说道 他说,从现在起,他是族长 云叶又被一个华丽的赌局选中了 自从李渊死了之后啊,还以为这个传统消失了呢 谁知道李二全权继承了这个习俗 他今年还要赌 每人两箱子金币,这是固定的赌注 云叶认为李二这是准备打劫自己啊 就是不知道其余的两个倒霉蛋是谁 自从上次在昭阳宫见到了那匹孤狼 他就不喜欢靠近昭阳宫 荒原上突兀的出现一座巨大的宫殿 怎么看怎么觉得不舒服 而且昭阳宫的房顶是圆的 远远看过去以为是一族的一顶大帐篷 夫君啊,您一定要输哦 输得越多越好,咱家不缺这点金子 要是您觉得输得不够多,就再拿两箱子 这还没开赌呢 金月这个败家婆娘就一个劲的唠召 这希望这家输得是越多越好 一边说一边还往箱子里边塞金币 直到一点空隙都没有了 才和那日末一起用屁股压着箱子盖锁箱子 灵档费了好大力气 才把这个锁鼻儿给扣上 三个人都折腾出了一身的汗 参加赌局 这三个婆娘就知道参加赌局 前些日子败将差点把云野给气死 李靖、李继、李道宗出征败将的礼仪 自己不是没见过 李二又是粉表 又是语重心长的告诫 文武百官都在台子底下拱手速立 场面庄严的一塌糊涂 拜完将之后 还有亲自盔甲的仪式 怎么到了自己这一切都给简化了呢 就在兵部前面扎了一个棚子 官里的就小猫三两只 还都是自己兵部的同事 那些大佬一个不见 里程前跑过来随便的念了两句圣旨 就把圣旨塞给云野自己看 还说呀 昨天晚上吃坏肚子了 不耐久战 都走了好长一段路了 又折腾回来 从袖子里掏出兵符大印 往云野怀里一推 就跑得比兔子还快 这太儿戏了吧 云野拿着圣旨 仔细和大印做对比 生怕这东西是假的 还好 这兵符大印都没问题 没看出哪个不对劲的 代将的环节简陋 回败皇帝的场面 可是一点都不简陋 就在大朝会上 云野跪在地上 倾听李二的嘱咐 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 只记得 膝盖跪得生疼 这痛唠叨 足足 说了有半个时辰才结束 刚要站起来 房玄灵这个老东西 又语重心长的 按照云野的肩膀 说了一大通的话 云野感觉 左子甲的甲叶子 已经嵌到膝盖上的骨头里了 不过呢 可以理解 李二觉得自己亲自败将啊 有点丢人 李成前那天的肚子不舒服 听说是喝了一种叫做黄牙的新茶所致 李静对云野出征如此简陋 大为羡慕 这样低调的出征也有好处 倒霉的时候 不会成为万夫所指 他自己就深受其苦 来一个战略性的撤退 都会有人指着鼻子 臭骂自己是为敌如虎 知道啊 他是来打听 求然客下落的 云野早就有了准备 从盒子里 把那份公文的原件 给他拿了过来 李静看后 长叹了一声 又开始闭门不出了 北庭都护府的都护 这是军方这些年呢 唯一被任命的大将军级别的官职 所以呢 来云家的人很多 武将家的孩子只能去吃军粮 没有多少当官的渠道 现在既然有了一位光杆大将军 自然要把自家的孩子统统的塞进去 好多人都是老部下 都是熟悉的面孔 原本憨厚耿直的汉子 带着媚笑 一个劲的把自家的孩子往前推 希望大帅能够多看一眼 带着自家的孩子去北庭苦熬资历 好了 收下来 看你们一个个的那张脸 我都想吐 好好的硬汉子 摆出了一副奴才像 老张 老狗 何鹏 楚大悠 你们在左五位的时候 就是我的部下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 非要学人家送礼 你家很富裕吗 孩子明天去军营 找老赖报道 你们拿着礼物赶紧滚 多看一眼都来气 以后想喝酒了 空着手进门 大夫卢好的猪脸也能进来 要是带了别的 就给我轰出去 老钱 你记住了 这也就是大将军您面前 属下还能拉下来 这张老脸 扮奴才 那又是别人 老狗 宁可让孩子在家里吃白饭 也不会低声下气求人的 好了 少拍马屁 几年不见 这伸手不见长 嘴皮子变油滑了 我要进宫办事 你们留在家里喝酒 老钱呢 把他们的礼物 全部折算成钱 发给他们 一个都不许少 谁要是不拿 明天家里的孩子 也不用去报道了 云叶知道这些人的日子 其实过得很窘迫 一个校尉的俸禄 不但要养活全家 有时候还要周记其他的 混得更惨的兄弟 在长安这座销金窟 多少钱都不够用 云叶说完这句话呀 就直接进了后堂换衣服 打算去昭阳宫赌钱 老钱笑吟吟的 招呼这些低级军官 去饭厅用餐 坐着马车 到了昭阳宫 云叶才发现 自己来早了 工人 把他迎送到大殿里 送了一壶茶 就不加理会了 这座宫殿来过好几回了 人面都很熟 云叶瞅了很久 都没有发现一个认识的工人 而且不论男女 不好过问 那些人如果不是在县陵里面睡觉 就是在县陵外面 截庐而居 也只有这两个可能 不过云叶认为 李二现在应该干不出 人训这种事 不管是明理的 还是暗的 在遵守打麻将的时间上 李二和李渊相差的 不是一心半点 往年这个时候 李渊早就等候在大殿里了 一个人急不可耐的搓牌玩 云叶从盒子里摸出了一张牌 闭上眼睛感觉 摸出来了 就放在一边 继续从盒子里抓牌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你手上的是一张八条 一个陌生的声音传了过来 云叶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面前的人 不认识 很老 一个很老的老家伙 拄着拐杖 侧着头 看云叶面前的牌 别想借口了 已不认识老夫 倒是对你的名头 老夫是早有耳闻 嗯 独孤家的小丫头 和我说起过你 说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 准备把两个孙女啊 都嫁给你 被你给回绝了 还是用 遭康之妻 不下堂 欲持功的固执婉拒的 嘿嘿 小子 你亏大了 独孤家的那两个小丫头啊 那长得是国色天香 据说还有内妹 放到闺房里啊 受用无穷啊 小大 云叶的眼睛崩得圆圆的 他很想知道 这个老色鬼到底是谁啊 艰难的把脖子四处转转 没发现老家伙带着钱箱子 这就好 只要这个闲尸老色鬼 不是独有就好了 啊 瞧什么呢 老夫是来赢钱的 又不是来输钱的 带什么金子 太上皇 仅用一枚金币 就杀得你们屁股尿流 老夫特意拿了五枚金币 难道还不能大胜而归啊 云叶看不出老家伙的身份 他穿着麻衣 脚下踩着一双步履 如果说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那就是他头上插着一只白玉簪 这只簪子晶莹剔透 里面似乎有云雾在流转 一看就是价值不菲的宝物啊 小子 你在看什么呢 小子在看您身上 有没有什么值钱的务势 一会儿输光了 也好抵账啊 和老人打交道啊 云叶很有经验 且不说 严之推先生 就是书院里的几位先生啊 就够磨练他的了 老家伙果然笑得是前眼后合 拍着桌子大声的叫道 好小子 哈哈哈哈 比龙虎山上的那几个人强 难怪严之推那个死鬼 会向老夫极力的推荐你呢 果然不俗 老家伙提到了言之推 云叶就坐不住了 连忙起身势力道 小子无状 敢问老丈尊姓大名 问明白了 也好 大礼拜见 老头的似乎更加的高兴了 拍着手说 嗯 果然是一个不肯吃亏的 按理说 见到老人家 就该大礼参拜才是 你倒好 先要问清楚才下手啊 也好 呃 你难道不知道 严之推 是在和谁 比试活得长吗 哎 告诉你 就是老夫 元首成 嘿嘿 他到底是输了 坟上的草啊 都枯荣几次了 老夫还没死 就是青楼 没有办法再去了 小子 你去问问孙思淼 还有没有的志啊 元首成是谁啊 云叶对这个名字 一点印象都没有 按理说 记住所有大佬的名字 是一个年轻贵族的必修客 但是云叶确实不知道 这老家伙到底是谁啊 长孙无忌从殿外走了进来 见到了这个严守成 立刻就把腰啊 快弯到脚面上了 还非常的狗腿的 搀扶着这个老家伙 坐在椅子上 还给老头倒了一杯茶 老头子好像认为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没有半点的不适应 小长孙 你妹子呢 这些年就看见这么一个乖娃 原本以为这孩子不能长寿 谁知道居然拖到了现在 昨日啊 见了一面 她的身子骨反倒是健壮起来了 嘿嘿嘿 老夫当年算错了 长孙无忌的妹子是谁啊 那不就是长孙皇后吗 给皇后随便批命弄错了 居然哈哈一笑就了事了 老先生当年醉酒之后 给小女子批命 自然会有差错 害得小女子担心 看不到孩儿长大成人 您真是害人不浅 云叶的嘴巴张得老大 他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 想搞清楚这个老家伙 到底是谁 长孙都在他面前 自称小女子 一定不是泛泛之辈 也绝对不是靠着年龄 混日子的老家伙 你张着嘴巴干什么呢 还不去坐好 老人家已经等不及要开始了 李二在云叶的后脑勺上 拍了一巴掌 就大啦啦的坐在了主位上 云叶非常的讨厌 打牌的时候 背后有人 而且这个人呢 在看四家的牌 最过分的是 这嘴里还不停的唠叨说 你抓了一副什么破牌呀 长孙今天很兴奋 确实如此 除了不知道这个老鬼和他是什么关系 李二和长孙无忌都是他最亲近的人 至于云叶 长孙就更加的无所谓了 抬手一张白板打出去 又被长孙抓了回来 好好的三张八条 被他扔出去了一张 云叶才打算气得多做一下 后脑勺子就被长孙拍了一巴掌 老子眼看就三十了 怎么还是一副对待小孩子的模样啊 八条 点炮了 老家伙胡牌了 狂笑着贪手要钱 还恬不知耻的对长孙说 老夫近日出门的时候啊 给自己算了一挂 大吉大利呀 这小子就要远行了 一会儿您心情好了 给他看一下吉凶 北庭太远了 长孙笑得像一只母鸡一样 趁势提出了一点小小的要求 大军征伐再势再威再谋划 要是靠占卜 那学生这个北庭都护府的大将军 也就不必做了 坐在军帐里 捣鼓乌龟壳算了 云叶很是不服气 哎 说的太对了 这才是活人的态度 尽信命不如无命 不信命的大将军陷入绝地 还知道努力求生 这说不定能活 信命的 死定了 老家伙用两只枯瘦的双手马牌 食指居然非常的灵活 一边说话呢 也不影响他的效率 李二今天一言不发 长孙无忌也闷头打牌 似乎他们两个今日啊 就是牌架子 小子从来都不信命 哪怕已经成为了现实 小子都会抱着怀疑的心思 却踩上两脚 娘娘的好心学生领了 学生这个大将军沾染了无数的戾气 那就算是有什么厄运 学生也会掐着他的脖子 让他为我所用 老先生哪怕是神仙转世 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年 学生也不愿意马上就知道自己的命运 我宁愿在被敌人砍死的那一瞬间后悔 也不想提前知道 无饼 老先生 您的簪子很漂亮 我想赢过来 云叶说完呢 就甩出了一张无饼 看看老头子上头上的簪子 他真的很想要 李二黑黑一笑 捡起了那张无饼 推倒了自己的牌 长孙无忌瞟了云叶一眼 重新开始马牌 老头子苦笑着推倒牌说 小子 你这是故意的 准备一本商人呢 这牌局才开始 你就想把老夫淘汰出局 您老姓袁 又通晓阴阳之术 必然与袁天罡 袁道长有渊源 说不定 您还是他的师门长辈 小子 一十四年位履红尘 胸中有大疑惑 赢了老先生之后 才能让您知无不尽 所以用什么手段 都是合理的 对付老家伙 云叶的经验太丰富了 尤其是这种成了经的老家伙 你想要什么 就正大光明的提出来 然后用你所能用的手段 去争取 只有这样 才能让老家伙 收起游戏的心思 认真对待 当你赢了以后 老家伙也会认真对待 你的要求 别人赐予的东西 都不靠谱 只有凭自己本事 拿到的东西 才是真正属于你的 李二哈哈一笑 似乎非常的欣慰 在云叶的肩膀上拍拍 就拿起头子 重新开局 长孙也乖巧的 坐到李二的身边 不再到处转了 台桌上安静了很多 老家伙也收起了 完美的心思开始认真地对待赌局 长孙无忌忽然说道 袁老 云叶赢了 你会解惑 那小子赢了 是不是能请您批命啊 袁守成 黑黑一笑道 嘿嘿嘿 老小尝了破骨啊 现在万人都想垂 好吧 小子 要找老夫干活 那就要拿出真本事 试试看 能不能让老夫 百退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